我们已经连续12天没有本土病例 所以五一劳动节廉价 我们也是鼓励民众正常生活 我想我们指挥官 卫物部陈部长都已经讲 我们现在离封城还很远 这要感谢国人同胞 大家一起努力 我们已经连续12天没有本土病例 所以确实还没有要封城 也离封城还很远 不过地方政府有建议各地不同的情形 要先做各方面的准备也是可以理解的 大家都知道我们防疫工作被全世界肯定 五一劳动节就要到了 我们很感谢劳工朋友 而劳动节也是早有规定的节日 那只要大家都照我们指挥中心所定的 包括应该有的社交距离 应该有的这个自我防卫的体系 以及应该有的勤需所等等 我相信台湾当全世界都在锁国封城 甚至禁止民众出自己家门的时候 台湾是非常少数可以正常生活 自由出入 孩子还可以上学的国家 所以五一劳动节廉价 我们也是鼓励民众正常生活 我昨天在立法院打许是说 休假跟出游并不完全一样 但你出游只要依照我们 陈时中部长所给大家报告的 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我想既是保护自己健康 也是减少社会负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